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在家千班好 出门外事难 混迹社会不和人打交道是做不到的 很多事情办不成 不是你不够努力 而是没有人帮忙 常常吃闭门羹的人应该怎么办 以前人际关系不好时 我们会想到通过吃饭和送礼来改变 但是现在的人常常不吃这一套 因为生活节奏很快 应酬也多 放下饭碗就不记得和谁一起吃饭了 也会主动拒绝陌生人的饭局 送礼的话 避免吃不了兜着走 背后有玄机 一般人望而生畏 古人云 闻其言可知其人 别忘了 能够触动人心 创造人情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好好说话 而说话之中 最简单的两个字就是谢谢 当你把谢谢两个字挂在嘴边时 所有和你打交道的人都会喜欢你 谢谢帮助过你的人 感恩 玉璃子里有一个故事 京帝有一个男人 带着儿子外出时遇到了老虎 因此和儿子走散了 男子以为儿子被老虎吃掉了 就不再去寻找了 有一个好心人告诉男人 你的儿子还在山里 男人不信 认为对方在戏弄自己 一个砍柴的人把儿子领回家养了两年 男人知道后和砍柴的人闹起来了 人们忽然发现 儿子冷漠地走开了 从此和父亲断交了 不懂得说谢谢的人会让好心人寒心呢 正所谓 物以善小而不为 一句话 不能把恩情全部回报 但是可以让做好事的人觉得温暖 并且通过这句话 衍生出一系列的礼尚往来 互帮互助 黄哥 一个80后的小伙子 但很不幸的是 他患了先天性进行性 既营养不良 一生判断 生命只有18岁 人生不幸 也是幸运 他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 因此 生命挺过了18岁 活了20岁 在他病逝之前 和父亲一起去登门 感谢帮忙的人 一辆三轮车 一对父子 去了82个城市 行程一万三千多公里 到好心人的家门口说声谢谢 送上一束鲜花 表达深深谢意 是我最大的心愿 凭借一句话 一个信念 他被评选为 200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感恩是一辈子的事 从谢谢两个字开始 被你感谢过的人 会对你更好 也会对社会更好 只要你做到了 就不愁没有人脉 谢谢伤害过你的人 气度 有一个老婆婆 年纪很大了 儿媳也不孝顺她 吃饭也要看脸色 有一次 儿媳送来冬瓜汤 老婆婆觉得味道不错 就对村里人说 儿媳的手艺不错 还专门熬汤给我喝 村里人对儿媳使劲点赞 儿媳内心很愧疚 从此对老婆婆改变了态度 很多事情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 也就是差一句谢谢 所有的仇家都可以握手言和 只要你大度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如果所有的人都顺着你 那么你会洋洋得意 忘不所以 如果有人伤害你 你会跌落到低谷 触底反弹 如果有人伤害你之后 还能得到感谢 那么你的格局会越来越大 伤害你的人就是一堵墙 只要推倒了 就变成了路 用手推倒墙壁 有难度 还会出现立于危墙之下的局面 如果用言语去唤起别人的良心 触动心底的温暖 就不一样了 维炉叶话中写道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站在对方的角度看 伤害你的人 是需要你理解的人 就那儿媳来说 除了要做农活 管教孩子之外 还得顾着婆婆的一日三餐 怎么会开心呢 要是婆婆很刁钻 就更难了 因此婆婆已得抱怨 把矛盾化解了 人生路上 会遇到很多的伤害 故意贬损你的同事 拒绝帮忙的熟人 逼着你加班的上司 你礼貌地说谢谢 一次不行就多几次 总有那么一次 会让对方改变态度 我们常说 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擦伤而已 既然是擦伤 为什么要生气 要斗得你死我活 只要给对方有台阶下 就可以化敌为友了 谢谢遇到的陌生人 西元 每个人都知道 要广结善缘 但是做法却和想法不一致 把陌生人当成眼中钉 要与人交往顺畅 就要把握潜在关系 你遇到的人都有可能再次遇见 并且成为同事 亲戚等 邻居黄阿姨说了一件小事 一个小伙子上门发传单 单元楼里的人都很嫌弃 认为这个小伙子在制造垃圾 唯独黄阿姨对小伙子说 谢谢 过了几天 黄阿姨逛超市 买单时发现忘了带钱 非常尴尬 忽然发传单的小伙子 跑过来帮忙卖单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就是从一句谢谢开始的 在陌生的城市问路 却打扰一个不熟悉的人 在小店吃饭 在大街上遇到冲你笑的人 都要感谢 是他们带给社会一缕缕春风 把潜在的关系抓住了 无数的偶然就会凑成某一种必然 喜欢把谢谢挂嘴边的人 值得深交 作家张晓峰说 凡不肯说谢谢的人 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 他觉得在这个世界 过的是淫惑两气的日子 当越来越多的人 将他人的付出视为理所应当时 依然有一些人 总能记住别人的好 心怀感恩 知足惜福 《红楼梦》里 刘姥姥未生存求助贾府 得到王熙凤给的二十两银子 百般感谢 后来贾府败落 别人避之不及时 他先是去狱中探望 后有变卖家产 赎回被卖的桥姐 刘姥姥虽只是个农妇 但朴实厚道 滴水之恩用权相报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明白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欠谁什么 对那些帮助自己的人 恩情长存于心 知恩图报 也不是一句空话 蔡康永说过 说话是一件我们靠自己 用一点心 就可以不断进步的事 你怎么说话 决定了你是谁 你越会说话 别人就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 一个喜欢把谢谢挂嘴边的人 谦逊有礼貌 善良有教养 知恩感恩 重情重义 为人不自私 懂得换位思考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不用费心 舒服 惬意 这样的人 也最值得深交 总结 泰格尔说过 谢谢火焰给你光明 但是不要忘了 那只灯的人 他是坚韧地 站在黑暗当中呢 当我们谢谢 那些高尚的人时 还要谢谢背后的人 所有的幸福 都是有人托举的 比方说 感谢单位领导帮忙后 还得去感谢门口的保安 让你顺利进入了单位 谢谢两个字 都不舍得给别人 你还谈什么人际关系 好的人际关系里 人有好坏 事有成败 话只有善 没有恶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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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